女孩正大口大口吃着鸡蛋 突然对面的小伙甩了一巴掌 瞬间把她吓坏了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但就是这么揉络的女孩 却拥有逆天的超能力 被人称为魔女 原来十年前 韩国有个杀手组织 她是组织里年龄最小的杀手 面对众多狼狗的围攻 她一点都不害怕 仅凭一根筷子 就击毙了所有狼狗 白博士对她非常满意 然后又对大脑进行改造 让她拥有了超能力 工作人员射出强弩 她闭着眼睛就能把见识揽下 又凭借超强念力 将物体改变成任意形状 可随着能力越来越强 高层开始害怕了 怕控制不了他们 于是命令白博士 将所有超能孩子杀掉 不料女孩天赋异禀 竟然将他们全部反杀 从秘密基地逃了出来 跑了三天三夜 最终因体力不支晕死过去 被好心的农场主发现 经过检查得知 女孩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并无大碍 但由于大脑受到过刺激 丢失了之前的所有记忆 因为两人没有孩子 便收养了她 眨眼间十年过去了 小美不但冒昧如花 还非常勤快 经常帮老爸打理农场 不料养母患上了老年痴呆 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 而小美则会莫名头疼 并且发作频率越来越短 于是从网上搜索相关资料 发现一支药非常贵 他们根本负担不起 这天情况出现了转机 闺蜜给她推荐了一个选秀节目 只要得贯 就能获得十亿奖金 为了赚钱看病 小美果断报了名 效果非常不错 而才艺环节 她则表演了魔术 让话筒凭空悬浮起来 不出意外 她获得了最高分顺利晋级 殊不知这一幕恰好被白博士看到 回去图中 火车对面的卷发男说认识小美 还称呼她为魔女 可小美说她根本不认识这人 卷发男以为她在假装失忆 轻蔑一笑后 直接甩了一巴掌 这可把小美吓坏了 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完全看不出破绽 闺蜜见状 直接破口大骂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小帅见状 只好站起来 转身离开了 之后小美继续参加比赛 又顺利晋级 刚要回家 突然她头疼欲裂 急忙来到厕所 可症状非但没有减轻 还流出了鼻血 这一幕恰好被闺蜜看到 于是拉着她来到医院 拍了个X片 医生说她最多只能活三个月 想要活命 需要找到亲生父母 做骨髓移植手术 可她没有那么多钱 刚想打车回家 不料旁边停下一辆黑车 几个穿黑色西装的人走了下来 猥琐男递给小美一张名片 说看过她的表演 想请她走一趟 危机时刻 闺蜜叫到了出租车 拉着小美坐了上去 本以为没事了 可晚上睡觉时 这群人悄悄溜进小美家 她听到声音 刚冲出房间 就被一把枪抵住了脑袋 而闺蜜脖子上则多了把刀 维索男说 亲爱的小魔女 我们又见面了 小美问 你们为什么要来找我 你们认错人了 可维索男根本不信 说我差点死在你手里 怎么会认错人 见小美死活不承认 手下用匕首 在闺蜜脖子上轻轻一划 顿时流出了鲜血 小美非常愤怒 突然她眼睛一瞪 躲过黑衣人手枪 咔咔几下 就解决了屋里所有敌人 可杀完人后 她突然愣住了 急忙扔掉手里的枪 显得非常害怕 回头看了眼闺蜜 她脸上写满了恐惧 身体不停地往后退 正在这时 楼下来了个人 正是小帅 看到满地尸体 她问小美是否记起自己是谁 可小美却什么都不知道 见她不承认 小帅问闺蜜 你不觉得她很奇怪 哪里奇怪 她天天在家干农活 从来不学习 成绩一直是年纪第一 外语只要听一遍就能记住 从来没学过唱歌 却能获得冠军 难道不奇怪 因为当初她的大脑被改造过 所以才这么厉害 小美为了家人及朋友的安全 乖乖上了她的车 很快被带到个秘密实验室 双手被绑到椅子上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说话的是白博士 小美就是她的杰作 为了能控制小美 手下推来个箱子 从里面拿出个针管 拔下盖子 将针头狠狠刺入小美脖子里 等注射完药剂后 顿时无数记忆涌入脑海 她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经过各种实验和改造 自己不但活了下来 还成了最顶级的杀手 而经过改造的大脑 根本承受不住超高负荷 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没想到小美竟然奇迹般活了下来 突然她的头疼病又犯了 这是要爆炸的前兆 白博士一声令下 旁边的小伙又拿出个针管 再次扎入小美脖子 活跃的脑细胞 顿时停止了运动 她可以百分百使用超能力乐 不过这种状况 只能维持一个月 每隔一个月都要注射一只才行 否则症状加倍恶化 这就是白博士控制小美的底气 突然小美抬起头来 面带微笑地说 我就知道你会有办法 白博士这才明白 原来小美没有失忆 之前的种种行为都是伪装的 在台上表演超能力 就是为了引白博士上钩 如今目的打到 她眼睛一瞪 瞬间毁掉了所有实验设备 看手一扭头 发现人不见了 下一秒 她就跟墙来了个亲密接触 随后小美捡起手枪 对着玻璃框框就是几下 没想到这是防弹的 上面只留下几道裂纹 白博士非常害怕 急忙命令手下注入赌气 小美十分淡定 微笑着慢慢后退 消失在烟雾中 接着框框两枪 打中洒水器 等烟雾散去 小美早就没了踪迹 天花板上则多了个大洞 白博士终于害怕了 突然头顶传来几声枪响 保镖就躺到了地上 小美则悄悄摸到身后 举起手枪 对着博士大腿就是以下 疼得他哇哇大叫 小美走着走着 突然被一拳干到墙上 来人正是小帅 小美却跟没事人一样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略带嘲讽地说 你最近有点进步 当年在基地时 他差点被小美打死 如今想一雪前耻 只见小美几个闪现 就把他拎到空中 然后狠狠摔到墙上 小帅非常生气 开始了绝地反击 结果反抗无效 又被扇了几巴掌 小美一时大意被抓住胳膊 然后按到墙上 框框就是两拳 小美不但躲了过去 还进行了反击 随后抓着胳膊轻轻一扭 手臂瞬间复位 整个过程没有一丝痛苦 见他这么不失实物 小美不再手下留情 一脚将他踹飞出去 就是有点废墙 突然小美捡起地上的枪 对着小帅 框框就是一顿射击 他急忙把铁箱挡在身前 小美挪开铁箱 左手挡住子弹 右手哭吃就是一拳 到此为止 胜负已分 可小帅不想放弃 想在后面搞偷袭 却扣不下扳机 随后小美夺过手枪 对着小帅脑袋就是一下 接着打开柜子 拿走里面的特效药 穿过失衡遍野的基地 来到医院找到父亲 把特效药放到床上 自己只留下两支 原来这种药剂 也能防止老年痴呆 接着来到外面 跟闺蜜告别后 踏上了新的征程 三个月后 他找到了实验室的总部 虽然又拿到很多特效药 可他想要根治的方法 不料旁边 站着个更厉害的杀手 故事到此结束 女人想泡个烂水澡 下一秒 水温开始急剧下降 烂水全部变成雪花 瞬间将女人团团围住 吓得她拼命呼救 用力挣扎 却无济于事 没一会儿雪花开始凝结 很快变成一个雪人 缓缓从浴缸里冒了出来 她抱着女人 一下一下往墙上撞 就这样撞了七七四十七下后 女人不堪重负 领了盒饭 完事后 雪人插上自己的黄瓜鼻子 露出凶狠的表情说 就在不久前的一个夜晚 弗伯勒押送犯人时 与一辆化学车发生碰撞 犯人趁机逃了出来 就在以为自由时 化学车发生爆炸 车内的化学品喷涌而出 给犯人浇了个透心凉 他的身体瞬间被腐蚀 最后栽倒在地化成一滩血水 融化在雪地 但没想到的是 男人的基因发生变异 与冰雪结合后 变成一个雪人怪 从此之后 小镇上不断有村民遇害 死状极其诡异 且毫无犯罪痕迹 佛伯勒见后更是一脸懵逼 无从查起 很快雪人事件再次发生 女人准备回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响声 她扭头查看 除了个没五官的雪人 并没发现其他异常 她以为是儿子堆的 就没当一回事 而男孩却毫不知情 见雪人长得十分可爱 掏出一根黄瓜 给雪人插上去当鼻子 紧接着伸出右手 在下面掏出个大嘴巴 而她没注意的是 雪人的嘴巴里 偷偷长出一排尖牙 就在这时 一群小混混找了过来 他们嫌雪人妨碍滑雪 二话不说抄起滑板 直接将她的脑袋拍了下来 然后大声羞辱男孩 殊不知 她的行为彻底惹怒雪人 雪人已皱眉 小伙子瞬间被打倒在地 当场隐恨西北 可雪人并没解气 到了晚上 小伙子的父亲准备来跟滑字 突然前方传来呼唤声 他寻声望去 发现周围除了一个雪人 并没有其他人 男人问你是谁 可等了半天没有任何回应 他还是不放心 第六感告诉他 刚才肯定不是幻听 连忙抄起一旁的铁府防身 朝前方缓缓靠近 可走了一圈 没发现任何异常 就在他放松警惕时 雪人夺过铁府 哭斥一下 男人当场隐恨西北 随后雪人来到屋内 找到小伙的母亲 趁着女人不注意 用电线死死缠住脖子 按倒在地疯狂摩擦 最后女人被做成人形圣诞树 领了盒饭 动静吸引邻居前来查看 眼前的一幕 老头傻眼了 吓得撒腿就跑 告诉佛伯勒凶手是雪人 结果他们不但不信 还把他当疯子抓了起来 可没过多久 一个佛伯勒开车回家时 突然一个雪人挡住去路 他以为是村民的恶作剧 于是来到后备箱 准备拿出铲子 将雪人清理掉 可下一秒 雪人突然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滩水 他虽然疑惑 但并没多想 就在关闭后备箱准备离开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雪人竟然出现在车里 下一秒 就这样 男人当场也恨西北 他是雪人杀的第66个人 随后雪人来到人类家里 一拳将小伙干翻在地 小伙傻眼了 不敢相信攻击自己的是个雪人 他手持螺丝刀 警告雪人别过来 话音刚落 冲上去对着雪人疯狂输出 结果发现 螺丝刀扎在雪人身上 根本没有伤害 他想逃跑 雪人小手一指 一根冰锥瞬间冲出 直接将他钉死在门板上 另一边 佛伯勒分析调查资料时 突然屋外传来一阵异响 几人急忙出门查看 可屋外空无一物 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立上一条围巾引起女人的注意 他好奇地捡起来 准备试试 下一秒 众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眼看雪人要发动攻击 佛伯勒急忙掏枪射击 可子弹根本不起作用 众人吓得只好躲进屋内 可还没等喘口气 雪人居然化成血水 从门缝里钻了进来 眼看情况不妙 阿强让其他人先走 自己则留下断后 慌乱中 他拿起吹风机对准雪人 随着热风吹出 雪人被吓得连连后退 直到落点后 几人来到一个房间 取出瓦斯罐 将气体释放布满整个房间 随后从窗户逃走 很快雪人追了过来 男人见状果断开枪射击 正当众人以为危机结束时 下一秒 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雪人竟然又活了过来 没有办法 众人只好拿出超级武器 对着雪人猛吹起来 在不懈努力下 很快雪人被吹得只剩半个脑袋 他痛得连连后退 最后被逼进火炉里 在火炉的高温烘烤下 怪物彻底消灭 危机终于解除 男人在修卫星 可质量有点差 他一用力 只听咔嚓一声 他就栽了过去 危机时刻 一条大红狗冲了出来 纵身一跳 把男人叼在嘴里 吃瓜群众们都鼓起掌来 纷纷上前想沾沾灵气 什么品种的狗狗会长这么大 几天前 一窝流浪狗在做游戏 红毛钻到毯子下面 正在这时 突然卷帘门拉开 走进一群爱狗人士 等红毛钻出地毯时 眼睁睁地看着兄弟姐妹被抓走 他赶紧冲向卷帘门 可还是晚了一步 被关到仓库里 他非常伤心 通过不懈努力 终于掀开卷帘门 从底下钻了出来 可从未见过世面的他 被急驰而过的汽车 吓得东躲西藏 最重要的是肚子饿 看到地上的饼干 就跑了过去 还跟鸽子抢了起来 不过没鸽子力气大 饼干被抢走了 他非常生气 把鸽子都赶跑 抬头一看 前面有个老大爷 随后就被带到宠物店 这天小美想养个宠物 来到这家宠物店 一眼就看中了红毛 把他带回了家 小美和狗狗一起玩耍 一起做游戏 一起睡觉 可到了早上 一条硕大的尾巴 从小美怀里抽了出来 他睁眼一看 顿时吓了个半死 小美从床上滚了下去 家里怎么有条巨狗 吓得他到处乱跑 仔细一看 这竟然是长大几十倍的红毛 小美用力掐了下自己 发现不是做梦 这么大的狗狗 也太酷了吧 于是用手摸了下红毛 红毛开心的跳了几下 一不小心 把床压塌了 又叼弃枕头 想做游戏 可轻轻一拉 羽毛满天飞 尾巴一扫 笔记本就糟了秧 一屁股坐下 凳子就散了架 他急忙喊醒爸爸 可老爸刚出门 就被夺走出门 并惊一看 顿时吓得哇哇大叫 玩了半天后 觉得有点口渴 就喝了口麻桶里的水 对着大壮就是一顿亲 突然门铃响起 修水公来了 小美把门关上 为了阻止红毛出去 大壮跑过去 死死拽住他的尾巴 结果被甩得到处飞 修水公工作时 红毛跑了出来 还舔了人家一下 让修水公以为是同道中人 随后带着红毛走了出去 想溜溜弯 可刚到公园 就看见个泡泡球 红毛非常兴奋 越过围栏 一溜烟跑了过去 用力一顶 泡泡球就飞到了空中 男人还一脸蒙圈时 就成了红毛的玩具 半天过后 红毛竟然伸出了舌头 结果下一秒 泡泡球就发生了爆炸 男人这才逃了出来 由于早上水喝多了 他想解决下 不料水压太大 喷了人们一身 刚才发生的一幕 被博主发到了网上 碰巧被博士看到 他每天都在研究变异生物 顿时对红毛产生了兴趣 与此同时 红毛钻进卡车里 随后来到宠物医院体检 这只狗狗有五米高 人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露出羡慕的小眼神 医生想撑下他的体重 可刚坐下去 电子秤就冒烟了 于是听了吓心跳 250下 非常健康 小美只好带他回家 引得路人纷纷拍照留念 正在这时 黑心博士突然出现 他掏出十块钱 想买走红毛 可小美根本不卖 于是又让手下动手 可一针下去 红毛根本没事 小美健壮 一声令下 红毛跑得那叫一个快 为了红毛的安全 小美想把他送到中国 可没想到的是 红毛还是被博士抓了回去 小美得到消息后 立马赶了过去 可刚到实验室 就遇到一头山羊怪兽 这时美女推开众人 掏出一瓶牛奶倒在地上 山羊跟在后面 边走边舔 吃的那叫一个香 就这样 他们终于在实验前 找到了红毛 把他救了下来 红毛非常开心 拖着小美一路狂奔 轻轻一跳 就越过十米高的栅栏 他拖着小美在城市中穿梭 灵活地躲开各种交通工具 拖拖地逃跑小冠军 可博士不甘心 动用关系 让FBI去抓红毛 小美骑着红毛 在马路上狂奔 不料还是被直升飞机发现 面对警车的围追堵截 她轻轻一跃 踩着警车扬缠而去 来到河边 而这时 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黑心博士钻出人群 说红毛是她的研究成果 可FBI进行身份认证时 说上面写的主人是小美 她只能灰溜溜地逃走了 从此之后 红毛被市民接纳 纷纷向前打卡 成了网红宠物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